汉堡上来了 看一下 热美式也上来了 大家好 我是姐姐 今儿个我来到了电台道这边 带大家去打卡一架汉堡 这家店呢 我之前就来过 有日子没来了 早期带大家去看一看 带大家去藏一藏 就是这家店 小伙伴们 我已经点好了 我点了一个宝哥竞点牛肉芝士汉堡 是45 还点了一份杂鱼条是30 喝着点的是热美式 汉堡 汉堡上来了 小伙伴们看一下 美式也上来了 它这有培根奶酪 还有酱料 然后还有这牛肉饼 然后这个脚糖洋葱 蒜黄瓜 火丝子 西红丝 生菜 这牛肉饼的色可以啊 证明它这帕蛮的稳度够高 这牛肉饼挺嫩的 这款宝哥牛肉只是汉堡 整体调温 比较失重 牛肉饼挺嫩的 不是那种水分很多的牛饼 但是也不干刚刚好 里面的脚糖洋葱应该是没有额外加糖的 而是利用洋葱里面的糖分去炒汁 出现脚糖花 味道不会很重 整体吃起来不会觉得油腻 味道还不错 这酱料的味道呢 就不会盖住这牛肉饼本身的馅 这点挺好的 这牛饼啊 不是那种脂髓特别多的 就这脂髓正好 炸鱼条也上来了 看这炸鱼条 这个得趁热吃啊 它这个要放凉了 它这个灰软就优了 一口特别的脆 然后里面的这鱼肉啊挺嫩的 看一下 蘸这个酱料尝尝啊 这个炸鱼条呢 中规中矩 稍微有一点点 炸鱼条挺脆的 里面的鱼肉也挺剁挺嫩的 但是稍微有点油 味道重归走 想对一半 急切柠檬汁 味道还不错 又美式挺酷的 但是咽下去 有一点点脚糖感的回甜 但是想对来说 这个整体的味道呢 是这种酷咖啡的味道 咖啡豆 烘焙的够肾的 反正我个人来说 我不奈何这种酷的美式 我比较喜欢喝就是醇厚一些的 然后想对来说呢 就是回甜更明显一些 最好还想对有一点粉味会更好 小伙伴们 我一共消费了93 我这铁的手机膜啊 然后在屏幕里看起来 这个彩色的 之后我才发现 造成屏幕彩色的原因 不是手机膜 原来是镜头上的片震晶 导致手机屏幕 在视频里出现彩色的情况 您的觉得它价味道如何呢 如果您的喜爱我的视频 反正留言点赞 手上转发 爱你哟 棒棒的 之后 合同 合同 划